大洋角分開 四架殲20同時飛行大選特技 甚至發出轟鳴聲 就連地面都在震動 大陸民眾將殲20的聲音 比喻為龍鷹直呼太震撼 而珠海航展進入倒數第二天 天氣終於轉晴 但因為空中水氣充足 使得殲20機翼捲起明顯涡流 讓航空迷大飽眼福 為了一睹第五代逆蹤戰機 入口處出現數排人龍 而前一天就已經有 超過11萬人進場 每個人都拿起手機 朝著眼前的戰機狂拍 展場室內同樣人山人海 每個人手中都拿著 一個殲20模型人氣爆棚 不僅如此 還有網友提供逛場館攻略 除了要自備折疊椅看表演 還提起其他民眾 殲35亮相突然 一個不注意就會隱身到雲裡 馬上錯過 大陸自製逆蹤戰機 殲35A高速滑過天空 繼續展示馬赫環 大陸網友大探殲35飛了35次 剪輯影片依然湊不到一分鐘 速度太快 只有驚鴻一瞥能夠形容 它的三個加油軟管 在轉彎的過程中 都能夠具備加油能力 大大提升了輸油的效率 外號胖妞的運油20後方 掛著三條軟式輸油管 它不只是腹部能裝油 就連機翼也有儲油空間 雖然運油20沒有戰機的花俏特技 但依然能做到阿富汗式降落 這是一種戰術動作 為了避開防空武器攻擊 減少低空滯留的時間 採取大幅的下滑角度靜靜 然後拉伸快速著陸 珠海航展進入尾聲 最後一天會出現什麼表演 各方都密切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逆蹤戰機殲35A 也是珠海航展的重頭戲 當殲35A起飛的時候 尾焰出現了馬赫環 引發了關注 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 現在更表示 殲35A飛行石土煙圈 這是因為它的燃燒 氣體出來的時候 速度太快了 經過燃燒室充分燃燒 噴出來的高溫 在高次因素的會有 我們講到的就是 我們講到 剛才講到的那個環 環就會出現 那瞬間 因為壓力的變化 壓力的變化 氣壓的變化 變化了 已經在高次因素時代 準備要參因素了 壓力環就出現了 那個出現的時候 它跟著飛機跑 剛才講的馬赫環 因為什麼叫馬赫 一馬赫就是一倍因素 那你已經到高次因素了 準備要穿越 馬赫環會出現 我們看了 甚至還有飛機會吐煙圈 有沒有你看它那個 後面的那個 那個發動機 一圈一圈圈的 那是因為它燃燒室 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氣體的速度太快了 因為它爆炸出來的 因為它經過燃燒室 燃燒室經過 它那個 我們叫霧狀的 霧狀的燃燒室 它就好像充分燃燒 噴出來的高溫 因為出來的溫度 攝氏1700度 你看溫度高不高 你看它已經 它已經是帶藍光了 不是光紅的 因為溫度太高 另外一個帶壓力的時候 你看到旁邊有白白的 因為那是經過壓力的變化 它裡面空氣的水氣擬結 你看怎麼會有霧氣 空氣水氣擬結出來了 是這個狀況 因為壓力把它壓縮 有時候到民航機 要落地的時候 也看得到 拖兩個白白的翅膀 那個煙霧 那個就是因為 空氣的濕度 比較高 經過空氣壓縮 水氣已經出現了 這話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